一陣狂風襲來 高雄的便利商店真的擋不住山途而硬身倒塌 不只玻璃碎裂 也對大門直接被風吹沒了 店裡面的物品更是一片狼藉 木板 戶櫃 桌子全都倒在地上 店員連走進去都難 天花板更是直接塌陷 鋼筋外露 嚇壞附近民眾 整個垮下來 早上的工事完全不一樣 所以變得很慘 不然他們的店員蠻聰明的 馬上就把他轉店通了 但山徒兒真的很強 鳳山的房屋這回真的破房了 鐵壁屋頂被狂風暴雨 整片吹走屋內頂樓瞬間外露 物品隨風到處亂飛 四處飄散 有富人看自家鐵壁屋頂也危險 就怕下一秒就飛走 趕緊冒雨 想把他綁起來 危險行艦也嚇壞對面鄰居 高雄馬路更是變成一片汪洋 國貿社區前 雖然已經淹到汽車半個輪胎 高機車泡水完全無法發動 人物區更慘好幾戶 家門口淹成泥流 住戶小腿多多泡在水中動彈不得 但上一次凱米颱風才被重創 這回趕緊用防水板想降低損失 眼看外頭風雨越來越大不少 房屋不離承受不住 有飯店更是除了好幾位撞丁 壓著門才免於又被吹開 但鏡頭一轉高雄還有檳榔灘 不敵瞬間強風 這個攤位竟然都被風直接帶走 變成行動檳榔灘 老闆娘看傻眼想追都追不到 在小港貨櫃場 不少貨櫃已經被吹倒 在地一旁都是施工的鷹架鐵皮圍梨 如今沟雄雖然風勢減緩 但強風來襲 損失恐怕更加難以顧及 歡迎收看林文凱 烏龍 也有拿台北彩方報道